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2002年4月,居住在纽约森林山社区的一户居民 在检查前一天晚上自己家监控视频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一个男人 在黑暗的街道上行走的模糊画面 以前从来没有拍到过这样的画面 这次让人感到恐怖和不安的画面 在当天早晨,附近的居民在一个行李袋里 发现了一名女性的尸体 这个男人和这起凶残案有关联吗?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致命的婚外恋 这起案件把我们带到了纽约森林山社区 它是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高档社区 绿树成荫的街道 都多风格的住宅 糖果店和老式的意大利披萨店 森林山社区是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区 大城市的常见问题在这里都消失了 森林山社区的犯罪率低 街道上非常安全 力化面积充足 然而在2002年的春天 这座宁静的城市绿洲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颠覆了人们对它的印象 2002年4月16日上午 911报警中心接到电话 称在森林山社区的一条街道上 有一个被丢弃的可疑的袋子 纽约警察局的警官还没来得及回应 就接到了第二个电话 这次的电话内容是一个更可怕的发现 51岁的格伦是森林山社区的一位居民 4月16日早上8点左右 他像往常一样出门遛狗 这时 他注意到一个大旅行袋 扔在街道旁的草地上 格伦平时也经常在路边看到垃圾 和其他被丢弃的东西 但是这个旅行袋子显得非常特别 当他走近时 他的狗变得焦躁不安 格伦再在旅行袋的旁边 他看到血水从袋子底部露出来 他最初认为袋子里装的是动物的尸体 他用脚轻轻地碰了碰袋子的侧面 感觉很沉 他扶下身 拉开了旅行袋的拉链 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 旅行袋里装着一具女性的尸体 格伦马上拨打了911 将眼前看到的恐怖景象 报告给了警方 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 并开始展开调查 证明女性受害人的身上 没有身份证明 暂时还不知道她是谁 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搜索时 发现了一整条血迹 从李雄带延伸到一公里外 穿过了绿素成银的街道 一直延伸到猪诺街上 移动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的侧门 警方将房子团团围住 并很快进入了房子 快速搜索发现 一楼和地下室有血迹 三楼有一把沾满血迹的刀 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一个小男孩 名叫利奥克莱恩 今年13岁了 利奥似乎刚睡醒 在被警方询问时 利奥告诉警方 他和父母 以及17岁的哥哥杰米 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 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 去了俄勒冈州 他不知道他的母亲在哪里 警方通过房间内的照片 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 这名女性受害人 正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奥索利亚盖尔 1969年 奥索利亚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他的丈夫叫霍华德·克莱恩 他们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17岁的杰米·克莱恩 和13岁的利奥·克莱恩 他在布达佩斯商学院国际管理专业 完成了大学学业 1994年 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圣诞派对上 奥索利亚认识了霍华德 25岁的霍华德即将在哥伦比亚丧学院 攻读金融硕士学位 两个人相识后 很快坠入了爱河 他们一起去了泰国度假 不久后 霍华德返回了美国 两个人一直通过情书传情 当霍华德在哥伦比亚丧学习时 他邀请奥索利亚前往美国 在美国期间两个人结婚了 从此以后 奥索利亚就留在了美国 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 霍华德毕业后 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小型资本市场咨询公司 而奥索利亚在曼哈顿一家商业公司工作了几年 后来为了抚养两个儿子 奥索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家庭主妇 大约在十年前 这家人搬到了森林山高档社区 朋友和家人形容奥索利亚是热爱生活的人 他善于交际 非常友好 他非常喜欢旅行 在他的脸书主页上 都是全家去法国 中国和日本旅行的照片 奥索利亚的朋友们说 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来自他的儿子们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妻子和母亲 拥有一个婚姻幸福的家庭 从表面上看 至少是这样 但我们都知道 外表并不是全部 警方在确认了使者的身份后 当场将利奥带回了警局进行问话 自明少年当时没有穿鞋 好像还穿着睡衣 在询问之后 警方认定利奥对犯罪行为毫不知情 并将他交给了一名亲属抗管 与此同时 法医检查显示 奥索利亚的颈部被利器划伤 导致死亡 他的身体 脖子和手臂都有刺伤 手掌和手指也有自卫伤 通过案发现场情况分析 这应该是一起激情犯罪 凶手应该是奥索利亚认识的人 因为房子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凶手作案后 似乎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在房子里待了几个小时 凶手也很了解奥索利亚 甚至可能是家庭成员 奥索利亚被谋杀的时候 他的丈夫和大儿子都不在家里 在俄勒冈州为大儿子考察大学 但这并不能免除他们的任何嫌疑 不久后 森林山社区的一户居民 向警方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 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那段监控画面 一个男人在黑暗的街道上 行走的模糊画面 他身后拖着一个旅行袋 警方分析认为 旅行袋里很可能装着奥索利亚的尸体 监控画面中的神秘男人到底是谁 警方暂时没有更多的线索 警方首先将调查方向 转向了奥索利亚的丈夫霍华德 4月15日星期五的早上 霍华德在他的推特账户上 发布消息说 他们已经在凌晨1点36分 抵达了波特兰 4月16日 霍华德又发了一条 现在已经被删除的推特 称他们正在回纽约的路上 这两条推文给人的感觉 有点像有人刻意制造 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凌晨 霍华德从妻子的手机里 收到了一条令人通心的信息 所以才坐早班飞机回家 这条信息写道 几年前 你住在森林山奥斯丁街附近时 你的妻子把我送进了监狱 我回来了 别报警 否则我杀了你的家人 不久之后 霍华德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他的妻子被人谋杀了 尸体在他家附近的草坪上被发现 什么人会在作案后 给霍华德发出那样一条短信呢 警方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 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020年5月29日 霍华德给911打电话报警说 他的妻子在早上7点21分失踪了 但几分钟后 他又打来电话 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妻子 这一事件和十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很类似 当时霍华德的大儿子刚刚十个月大 他也打电话报告自己的妻子失踪了 这两起事件 让警方对霍华德夫妻间的关系 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警方详细调查后证实 霍华德在案发时确实不在纽约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奥索利亚的邻居告诉警方 4月15日上午 奥索利亚告诉他 当天晚上他要和一些朋友 去曼哈顿林肯中心看歌剧 警方调取了林肯中心的监控录像 证实了奥索利亚当天晚上确实来过这里 随后警方调取了奥索利亚的通话记录 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奥索利亚在遇害当天 与三个不同的男人有过联系 也许这三个人中的一个 是和他一起去林肯中心看歌剧的人 很快这三个人都接受了警方的调查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大致还原了奥索利亚遇害前的行动轨迹 4月15日晚上23点左右 奥索利亚回到了森林山社区 他是一个人坐火车回家的 然后在森林山车站的酒吧停留了一会儿 他经常在晚上去那里喝酒或吃东西 奥索利亚是凌晨0点40分之前到家的 到凌晨4点30分 凶手已经把奥索利亚的尸体 装在旅行袋里运走了 凶手到奥索利亚家的冰箱上写了一张奇怪的纸条 上面写着 找个新的闸工 这个纸条给这起案件指明了一个方向 奥索利亚被害当晚 与他有过联系的三个男人中 有一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 一直在奥索利亚的住所打零工 这个男人名叫大卫·波诺拉 今年44岁 他是一个暖气和空调维修工 波诺拉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21年前 他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 根据他的社交媒体内容 他一直想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 波诺拉毕业于纽约市内设计学院 最近两年 波诺拉已经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疏远了 周围的邻居形容他是一个夜猫子 经常看到他在天黑后 骑着自行车 在当地一家便利店买垃圾食品 根据奥索利亚手机上的消息分析 警方很快就弄清楚了 波诺拉在奥索利亚的家工作后不久 他们之间的关系 很快就发展成了肉体上的关系 波诺拉经常在奥索利亚的脸书照片上留言 例如 他在威地马拉的照片上写道 喜欢那些街道和建筑 更喜欢那巨大的火山 后面还有一个新型的表情 2020年5月 波诺拉的留言写道 她是最美丽的女人 波诺拉家街对面一家花店的老板马丁说 波诺拉常常在晚上去她的店买一朵红玫瑰 波诺拉还给她看了奥索利亚的照片 她声称自己爱上了她 与此同时 警方从奥索利亚手机的消息里还发现 2022年4月初 奥索利亚结束了与波诺拉之间的关系 而波诺拉不想结束 一直缠着奥索利亚 并且经常跟踪奥索利亚 这一点提醒了警方 她可能由一个跟踪狂变成了杀人犯 21岁的奥利瓦 在森林山的星巴克做了三年的服务生 波诺拉是那里的常客 她告诉警方 大家都觉得波诺拉是个怪人 有时会令人毛骨悚然 波诺拉每周都会来好几次 她看着员工们工作 评论他们的外表 甚至向其中两个员工求婚 几名员工报了警 但波诺拉在警察来到之前就离开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 警方的调查还发现 波诺拉创造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但她的目的不是创建内容 而是收集内容 波诺拉收集了数千个视频 所有的视频都被认真地安排到不同的播放列表 其中一个播放列表包含了当地的新闻报道 详细描述了该地区的暴力犯罪 强奸谋杀和枪击事件 还有一些关于性和女人的视频 主要内容都是一些简单的勾人女人的技巧 可以说在某些方面 波诺拉是一个偏执的幻想狂 甚至迷恋暴力犯罪 警方很快调取了波诺拉家附近的监控视频 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早晨 也就是4月16日早上6点05分 一个监控摄像头拍下了波诺拉 左手缠着临时白色绷带走路的画面 当天晚些时候 波诺拉去了附近的医院治疗伤口 医生说伤口太深了 他们无法治疗后 他被送往市中心的大医院治疗 4月19日警察来到了波诺拉家 准备将他带回警局进行问话 波诺拉当时没有在家 警察一直在他家附近等候 下午的时候 波诺拉自己走进了一辆警车说 我听说你们在找我 警察很快将波诺拉带回了警局 刚到警察局 波诺拉就坦白了谋杀奥索利亚的罪行 警方很快搜查了他的家 他们发现了带血迹的棕设靴子 还有一件血迹斑斑的T恤 和带血的绷带 波诺拉告诉警方 他和奥索利亚已经分分合合两年了 最近他们又分手了 4月16日凌晨 他去了奥索利亚的家 试图弥补 但他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激烈 奥索利亚把波诺拉带到了地下室 以免吵醒他的儿子利奥 争论进一步升起 导致波诺拉勃然大怒 他顺手拿起一把刀 刺向了奥索利亚 将其杀害 为了不让他的儿子 发现母亲被杀的尸体 他把尸体放在旅行袋里 最后扔在了森林公园外面的草坪上 波诺拉还承认 向奥索利亚的丈夫 发送了恐吓的信息 威胁要杀死他家里的其他人 第二天 波诺拉修改了自己的供词 他说 他发现奥索利亚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了他 因此去了奥索利亚的家和他理论 另外他还发现奥索利亚最近和其他的男人在联系 并且经常见面 波诺拉说他无法接受这一点 奥索利亚当时拿着刀让他赶快离开 否则他会杀了他 这时他从他手里夺过刀将他刺死 虽然波诺拉的两次供词有些不同 但是这起案件的动机显然是感情纠葛引起的仇杀 关于波诺拉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 警方没有公布任何确定的信息 4月20日 大卫·波诺拉被正式逮捕 尽管他承认了谋杀奥索利亚 但他拒不认罪 如果罪名成立 波诺拉将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的判决 这起案件被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有些人认为奥索利亚对自己的遇害负有部分责任 因为他混乱的生活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就不应该游走在多个男人中间 玩这样危险的成人游戏 也有些人认为 虽然奥索利亚搞婚外恋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谋杀不应该是这种行为的结果 奥索利亚的行为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发生 而他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一个偏执狂 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平平淡淡的生活 远离危险的成人游戏 是这起案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觉得奥索利亚的行为有责任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同时别忘了帮忙点赞订阅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